- 哈哈大家好我是墨洋 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极简主义整个如何建立理财的意识 还有几个省钱的tips 那我觉得极简最棒最棒的优点之一啊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剩下很多很多的欲望 AKA钱 个人觉得极简跟理财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有極簡少幾是多的意識啊 在節流上面就會很有優勢 這支影片就整理了我自己的想法 和我學習到的一些PETBO分享給你們 OK那老樣子下方資訊欄都有非常詳細的描述跟說明 可以直接到下方點來看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要先知道自己的理財目標 我覺得很多厲害的極簡主義者啊 他們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標 就跟他們很清楚自己想要跟需要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不管是買房子、買車子 想要財富自由在55歲之前就退休 或者是想要在今年存下100萬 當我們有一個比較清楚明確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在花錢方面就會更加注意自己的開支 當你一旦知道自己的目標 或是你有去想過自己的目標 你就會變得更容易更願意去理財 打個比方好底讀書都會有一個目標 假設我今天想要考多一八百分 或是考託福一百分 有這些目標之後你就會知道 你自己的個人程度裡 這個目標其實還差多遠 還要再付出多少的努力 在理財上面也是一樣的 給自己設定一個明確的目標 就絕對有助於我們達成那個目標 第二個理財tips 讀理財的書、知識、看影片、隨時自我警惕 要意識到理財、存錢、未來規劃這些議題 我覺得對於有些人好比我自己是需要被刺激的 像我自己就是越看這些話題 我就越有動力去執行、去實現我的理財計畫 好比看影片的時候就會看到原來已經有這麼多人 尤其跟我年齡很相仿的人 他們都已經在思考人生 對於自己未來的規劃有這麼多的堅持跟智慧 吸收這些知識或是看到有這麼多人是很上進的 他們都會刺激我讓我想要成為更好的自己 現在有很多Youtube影片是可以讓你認識有很多有規劃的人 像我自己最初開始看了Selena還有藥的頻道之後 後來又漸漸接觸到了Net 好比Selena前陣子發的 每個月只能存下幾千元可以投資什麼 藥的 你需要多少錢才能夠退休 還有Net的 10 legit ways to make money as a teenager 就是這些都是很貼近年輕人的現況跟需要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很謝謝這些Youtubers 幫我開啟了對理財大門的興趣 第三個開始是省錢的tips 那首先呢是用工具來省錢 我很常聽到外國的極簡主義者在分享的時候 會講life cost money 生活還是需要花錢的 雖然我現在接觸極簡主義已經大幅大幅的下降 我想要買任何東西的慾望 然後我也真的實際的下降了很多不必要的花費 但是因為生活真的有所需 所以還是會有很多大小的支出 小的有什麼盥洗用品啊 食物啊 食材 消耗品這些 大的花費的話就像是旅遊 機票住宿 或者是一些家電電子產品 零零種種的大筆小筆的 都是一筆開銷 利用工具來省錢 極少成多就是很聰明的做法 我自己很喜歡用現金回饋的卡刷 然後很多網站本身也都會有一些回饋 或者是可以利用像Shotback這樣子的現金回饋網 那疊加疊加起來都會是很好的省錢工具 這支影片也是跟東南亞的第一大現金回饋平台Shotback合作 哇 我終於有一個服務類型的合作影片 Shotback的平台上面有200多家 各式各樣不同台灣人常用的商家 吃喝玩樂十一住行比較大的商家上面都有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相見喝玩樂 因為Shotback在2016年就有了 好 所以如果大家本來就有一些想要做的消費 是有跟Shotback合作的話 回饋極少成多也都是一筆客觀的錢 Shotback上面的回饋 沒有像一些信用卡有上限 所以如果你有大筆的消費的話 尤其要記得要回來這上面搭配著用 我接著要去北京 你們看片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從北京回來了 那我在去北京的時候訂機票 就是透過熊獅旅遊一樣 也是有跟Shotback合作訂的 今天要用booking.com來訂我去北京的住宿 就實際操作一次給你們看 來到Shotback網頁之後呢 我們直接點右上方註冊 如果你是用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的話 你可以安裝一個外掛 方便追蹤跟確保你的回饋 再來不論你是直接從他們Shotback網站連進去 好比booking.com 還是你直接從booking.com進去 確保右上角的Shotback從紅色變成綠色 就代表已經啟動現金回饋的功能了 下單的過程就跟你平常要網購買東西 或是你要訂房、訂租宿、訂機票的流程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你主要就是要讓Shotback偵測到 你現在在用Shotback就對了 如果你自己是更習慣用手機去下訂單 或是做網購的話 那手機有App可以download 要刷卡的時候 我就會盡量搭配是有現金回饋的信用卡 這樣我就可以 你信用卡又回饋 booking.com的會員回饋 然後Shotback又幫我回饋 喔還有像是如果你有行動支付箱接口的話 你還可以再多一層combo 訂完確認之後 你如果你有啟動你的外貨的話 它上面就會說 OK太棒了 商家已經收到你的訂單了 然後因為你買完了 所以它顏色又會跳回紅色的這樣 收房卡我買完booking.com這邊之後 稍微大概不用等太久了 然後你就可以回來Shotback這邊查看你的回饋總欄 booking.com的紀錄就上去了 總共回饋了700多塊 之前有在家樂福上面幫我媽媽買一些日用品 也有在金氏堂上面買過幾本電子書 旁邊這邊都會有顯示什麼時候可以領 而且你只要一消費有效期限就會往後退一年 而且直接打到你的帳戶裡面 免費註冊 然後操作一下你就有錢拿很佛吧 我覺得這個網站真的很棒 拿去吃幾餐免費的餐 或是當成補助我旅行時的一些交通費 不無小補我覺得很不錯 Shotback在每個月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活動 如果你正好有需要要買什麼的話呢 可以去他們的網站上面check一下 還有他們有推薦好友賺獎勵金的服務 如果大家到我下方資訊欄提供的連結去註冊的話 就可以拿到100元 如果你們有實際消費超過一定的金額的話 我也可以拿到一點點回饋 算是我們都雙贏的一個功能 你也可以把你的連結分享給你的朋友去註冊 自己個人很喜歡出國旅遊 所以有刷機票刷住宿 有這些現金回饋對我來講算是 極少成都很可觀的 第四個tips呢是 我們可以計算其實可以省下來的小錢 我這邊用飲料來舉例 小錢就是幾十塊幾百塊的花費 不經意卻長時間的花費 就會讓你不知不覺少了非常多的錢 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飲料上面的開銷 我在前年2017年的時候在歐洲讀書 那時候我就養成了自己泡飲料泡奶茶的習慣 真的省了我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我媽媽也在5年前或是5年以上 你投資了一台雖然單價很高 但是很耐用 到現在還很堪用的咖啡機 我們就假設一杯奶茶 不管大杯中杯小杯熱的 冰的冷的 一杯就算50塊好了 那想想如果在5年之內 你天天都要喝一杯50元的這種奶茶或咖啡的話 50元再乘以365天再乘以5年的話 總共就是要91250元 那自己投資幾萬塊的咖啡機 然後買牛奶、咖啡豆、茶包這些食材 不管怎麼算 絕對還是可以再省下你幾萬塊 那這些省下來的錢 其實都夠我們出國一次可愛的小旅行了 所以所以 積少成多真的是很可觀的 第五個tips 一個調整心態的方面 就是要降低慾望 除了我一直在提的要遵循 需要想要的原則 實際行動的話 就是我非常建議你要取消 會讓你想要花錢的頻道、社群、媒體、廣告或是email 有太多太多的商品是你原本不知道 但是你看了太想要的東西 我知道這對很多跟我以前一樣 很習慣逛網拍、逛街的女孩子 或是任何人來講 都是有點難度 並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分析下來 我可以很真誠的說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逛網拍、滑社群、媒體 去逛街、去看很多新品之類的訊息 看到很多新東西、新出銷 就會勾起我們的購買慾望 如果你真的想要存錢、想要省錢 想要有更多出國旅遊的機會的話 就不妨試著從取消 關注這一些頻道或是網站開始 省下這些慾望的花費 對於學生來講 你更容易達成 你跟同學一起出國玩的目標 那對於出社會的人來講 我們更容易達成 譬如說買車、買房、財富自由的速度等等 比較會理財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在截留這一塊 真的都做得不錯 開業員這個部分 可能比較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但是截留 我們可以自己決定 我們要花多少錢 OK 以上就是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5個Tips 也是我自己實際有在做 而不是聽一聽就算了的事情 我自己呢 就是那種 每初五集見之後 才真正有 理財跟要起步執行的意識 那就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大家囉 我們就下一支集見影片再見吧 掰掰 我覺得集見最棒的優點之一啊 就是他可以幫我們剩下很多很多的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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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